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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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全面震行 全方位震行 做出财政应有的贡献 近日 吉林省森林消防总队 我省通过创新通过 全方位 全方位 开展高端人才精准服务 营造栓心流才良好环境 真正让各类人才尽失所能 进展才华 今年40岁 今年40岁的李云飞是长春金赛药业公司 中央 中央研究院研发运营中心的副总监 他出生于江西省 在浙江大学博士毕业 曾就职于天势力制药集团公司 2020年初加入长春金赛药业 其实地域的限制现在我觉得因素越来越小 是公司的一个平台 这个舞台非常大 因为金赛是非常优秀的一家公司 我能在这个平台上面能够发挥我之前所学所用 然后同时在这个平台上我也能够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李云飞入职的一年多时间也是金赛药业公司快速发展阶段 他所负责的中央研究院的人数从400多人增加到700多人 新加入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 大家和李云飞一样 看重的除了平台自身的发展前景 还有公司和政府提供的好政策 公司对咱们会有一些住房的 然后在咱们吉林省啊 包括这个市里面一些政策 然后就是也让我去申请 也会考虑到家属 侄女的一些问题 也会解决咱们在这边工作的后顾之忧 对于外部人才呢 我们基本是对标整个国内的一线城市的薪酬标准的 我们还有一系列的非常人性化的这种福利政策 譬如我们的这种车补 防补 探亲价 包括配偶的工作的解决 包括子女上学问题的这个解决 目前金赛药业的中高管人员大概有120多位 其中有约50人是省外引进人才 占比达到40% 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制定实施了长白户人才计划 针对每一类人才呢 我们都有不同的政策支持 比如说我们的高端领军人才 这个我们明确提出最高可以说资金和股权给予5000万的资金支持 从前年开始我们就实施了一个年限20万以上个人所得税反还这样一个政策 我们对这个区内年限20万以上的高管还有高层次这个技术人才 我们给予个人所得税市区两极流程的部分全额给予奖励 良好的环境是吸引人才的强磁场 梅河口市着力打造人才急需高地 设立了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建立人才编制池 用于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市财政每年列支两亿元作为人才发展资金 易辉原是景域驴妈妈集团副总裁 2020年10月份来梅河口市考察旅游开发项目时与当地结缘 今年4月被梅河口市政府聘认为旅游产业发展顾问 市政府以不低于南方的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以及其他的一些生活保障给到我 让我能够来到梅河口 立足梅河口 隆入梅河口 十四五期间 对于我们引进高的人才 参照了吉林省人才政策2.0版的政策标准 一人一策 一事一役 落实人才待遇 同时 在子女就学 家属随先 医疗就医等方面 制定了配套的措施 解决人才后顾之有 2021年前三季度 我们已经拨付了1200余万元 用于专项兑现人才待遇 为吸引更多高端专业人才留级创业就业 近年来 我省人社部门多次组织省内相关企事业单位 参加全国博士博士后专场洽谈会等招聘活动 同时 在全省人设系统的公共服务机构 建立了77个人才综合服务窗口 为全省高层次人才和用人单位提供多点就近就业服务 以政策落实 促进人才急剧 据海关统计 今年前10个月 吉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2.1%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势头 在延边朝鲜足自治州 敦化市常有食品公司生产的300箱杂粮煎饼已经包装完毕 经海关检疫后 即可通过海运发往目的地国家意大利 依托当地产量丰富的大豆玉米 近年来 延边地区的东北煎饼加工企业 由原来的100多家增长到500多家 今年前10个月 出口量已经超过200吨 货值超400万元 同比增长超三成 延吉海关对辖区内的食品 农产品企业 进行分类指导重点帮扶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 真正实现管得住 放得快 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以产品出口带动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 包括煎饼 泡菜 粉条 等具有东北特色的农服产品出口 同比大幅度增长 出口国家由原来以日本 韩国 越南等国家为主 现在拓展到新西兰 意大利等 十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今年前十个月 吉林省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1298.3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22.1% 其中出口289亿元 增长18.6% 进口1017.4亿元 增长23.1% 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1179.8亿元 增长23.2% 占同期吉林省进出口总值的90.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外贸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420.1亿元 增长38.3% 对欧盟进出口720.8亿元 增长28.4% 国有企业进出口391亿元 增长26.9% 民营企业进出口291.7亿元 增长46.8% 面对粮食生产过程产生的大量接杆 黎树县在《接杆变肉》上做文章 大力发展肉牛产业 助推农民多渠道增收 在黎树县国家电镇的耕地里 玉米收割结束没几天 随之而来的就是接杆归航机和接杆打包机齐上阵 黎树县宁号家庭农场的王凤伟告诉记者 以前都是抓住有利天气抢收粮食 今年还得抢收接杆 接杆变肉 过腹换田 直到接杆是值钱了 所以老北京的意识也提高了 最主要是大伙养牛数量上来了 在黎树县黎树镇前房子村养牛户 赵继合家 宽敞的双烈式牛舍排列整齐 标肥体壮的肉牛悠然自得 目前纯蓝黄牛已有60头 老赵告诉记者 过去接杆属于农业垃圾 简单粗暴的焚烧处理 不仅不安全 而且非常污染环境 现在实施接杆变肉工程 用接杆做饲料养牛 可谓是一举多得 近日 我省印发了关于实施接杆变肉 即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的意见 这其中不仅实现了接杆做养牛饲料 还有多项政策是支持中小养殖户的内容 今年黎树县利用1642万元乡村振兴 衔接资金用于三个牛舍建设项目 并积极协调金融机构 开展信用贷款 简化放款程序 解决了养殖户扩大规模的资金问题 我们针对养殖30万元以上需求的客户 我们提供了活牛抵押贷款 简单的说 只要你正常市场经营 你有多少牛 我们就给你想要贷多少款 截至目前 黎树县肉牛存栏20.2万头 累计出栏10.2万头 在全省肉牛养殖存栏数中排名第四 这几天 我省多家大型雪场陆续开板 迎接中外滑雪爱好者 畅想冬奥气氛浓郁的新雪季 超长的雪气跨度 适宜的冬季温度 让全国的滑雪爱好者齐聚吉林市 今天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开板的第一天 就迎来了一千多名省内外游客 暮雪而来 在雪中体验池场的快乐 11月18号 以温暖相约 燃东吉林为主题的 2021至2022新雪季 松花湖冰雪开板节 在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举行 这个雪季 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投资3000万元 升级全山造雪系统 造雪效率更高 初期开放滑雪面积更广 解决了野雪道早期自然降雪量不足的问题 打造G区全黑道高级挑战区 为高级雪友提供粉雪理想地 新雪季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还将以开板节 电音节 雾松冰雪节 家庭滑雪节 畅华春雪节等活动为平台 结合冬奥元素 打造超过30场精彩的雪季活动 我来自广州 刚刚学的滑雪 就想来感受一下户外的这个野雪 今天过来感觉也是这边的人特别亲切 这个粉雪呢 感觉也很舒服 今年我们雪季当中呢 也是在这个滑雪教练员的配备上有所增加 今年呢增加到350名 同比去年增加了40% 也是能更好地为咱们的雪友 特别初级雪友进行滑雪教学的服务 为了确保游客和雪友的健康和安全 度假区严格执行相关防疫政策 提供核酸检测落地极检服务 11月18号 磐石市莲花山滑雪场正式开场纳克 众多滑雪爱好者 旅行团建筑雪场进行体验冰天雪地带来的激情 磐石市莲花山滑雪场坐落在磐石市 烟筒山镇森林公园正中主峰之上 雪场总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 拥有9条滑雪道 3条野雪道 总承载能力超过5000人 这个雪季 莲花山滑雪场提前半个月开始人工造雪 雪量 雪质达到专业标准 我们还有一些新的项目陆续在上 比如说我们的单双碗追逐赛道 还有我们的越野赛道 有这么优质的雪质跟完美的硬件设施 不用在东奔西跑的去别的雪场 一起为冬奥加油 据统计 目前沃省已建成46个滑雪场 共有雪道347条 雪道总面积达1032公顷 居全国第一位 他主动顶替受伤战友奔赴火场 在危险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 2002年3月的一场大火 让他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今天的吉林英雄赞专栏 我们来认识烈火英雄任大伟 2002年3月3号凌晨 刺耳的警报声划破吉林市的夜空 又一次火警把消防官兵们从梦中惊醒 掌火的是吉林市的一家木器厂 锅料车间的电机过热 引燃周围的爆花和锯末 从而导致大火 当天原本休息的人大伟也冲上了消防车 为了前一天受伤的战友能够休息呢 第一个冲向了消防车 义无反顾地赶到了火灾现场 可想而知啊 等待他们的是滚滚的浓烟和肆意燃烧的火焰 由于爆花 阴燃时间长 报警晚 任大伟和战友们赶到时 大火已发展到猛烈燃烧阶段 官兵们迅速进入阵地 三百多次灭火战斗的经验 告诉他必须近战内攻 这个决定意味着 他们必须与大火进行近身搏斗 危险不言而喻 灭火的过程中啊 任大伟突然间发现 天蓬有明火正在掉落 他马上意识到 这是屋顶即将塌落 然后他用力地将两名战友推出了窗外 正当他准备撤离的时候 厚达一米的天蓬 重重地塌落 将任大伟砸在了里面 就这样 任大伟将生命定格在了 吉林市的这场大火中 公安部吉林省人民政府 分别追认原吉林市消防大队造纸场中 队战斗班班长任大伟烈士 为模范消防战士 消防勇士 任大伟英勇无畏的精神 依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消防战士们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 争作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他们的名字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使得我们这一代新人 见证了他们平凡而又美好的一生 我会做到当好本职工作 对党忠诚 纪律言明 赴他蹈火 结成奉献 继续传承英雄的故事 11月18号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分别公布了2021年院士增选结果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刘亦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信息科学技术部院士 刘亦春 南1962年12月出生于吉林辉南 中国共产党党员 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 现任东北师范大学紫外光发射机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主要从事氧化物半导体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 11月21号到23号 我省将迎来京东第二场明显降雪降温天际过程 东南部有大到暴雪 局部大暴雪 全省大部气温将创下半年新低 预计21号到23号 通化大部 白山 吉林北部和东部 沿边西部和北部 长白山保护区有大到暴雪 局部有大暴雪 过程累计降水量20至40毫米 新增积雪深度一般为15至30厘米 个别地方可达30厘米以上 松原东北部 长春东部 吉林西南部 沿边东南部有大雪 局部暴雪 过程累计降水量10至20毫米 新增积雪深度一般为8至15厘米 松原大部 四平 长春西部有中道大雪 其他地区有小雪 这次降水过程以雪为主 仅在21号白天 通化 白山 沿边 长白山保护区部分时段有雨加雪 21号夜间开始 我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 中东部累计降温幅度一般为10到16度左右 东部部分山区可达16度以上 最低气温出现在24或25号早上 我省大部分地方最低气温为0下16到0下11度之间 其中在东部山区可达0下19到0下17度 创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 气象部门提醒 我省东南部雪量较大 部分时段有雨加雪或湿雪 可能影响事外通讯 输电线路 电力设备的功能 相关部门需及时寻查线路 提前预防相关灾害 此外还需防范降雪降温 对交通运输 设施农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提前对彭氏采取加固和保暖措施 及时清少积雪结病 要加强供暖的一个力度 同时提醒市民注意及时增加衣物 预防感冒等相关疾病的发生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11月18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11月18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好好学习第186期将于今天22点05分 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 今年7月 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定 何为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我省全面实施这一战略 有何重大意义 要达到怎样的目标 本期好好学习 将带观众走进长春四平等地 以探究竟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今天的新闻播送我们了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可以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微博 微信和集市通科口端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